读懂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如果大家去俄罗斯旅游 从首都莫斯科向西南驱车两百多公里 就会来到俄罗斯高地的一座城市图拉 从图拉出来再走十几公里 就来到了著名的亚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 沿着一条洋长小道 穿过树林和灌木丛 你会看到一个长方形的土堆 四周寂静无人 只有几株大树 你一定不会想到 这个毫不起眼的土堆 竟然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 没有墓碑 没有十字架 只有风声低语 只有万物重生 列夫托尔斯泰 即便大家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也一定听过他的大名 高尔基曾经说 不认识土耳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土耳斯泰就是俄罗斯的镜子 在他的文学作品里 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真实全貌 他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带领着俄国文学冲上了另一个高峰 托尔斯泰出生在沙俄的一个贵族家庭 拥有大量的良田和农奴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地主 但是他受人人平等的思想影响 企图改善农民生活 曾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农奴制 却因为农民自己不接受而未能实现 二十三岁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 并开始走上写作之路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 他看到了旧社会矛盾重重 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 只好在作品中呼吁人们 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复活》 它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被比喻成一副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 小说原本就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贵族青年诱监了亲戚家的婢女 使得她因为怀孕被赶出家门 最后沦落为妓女 还被诬陷犯有盗窃罪 被推上了法庭 这个贵族青年在陪审中认出了那个女人 良心受到谴责 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赎罪 想和这个女人结婚 可是最终这个女人却病死在狱中 托尔斯泰把这个故事铭记于心 经过若干年的酝酿才开始动笔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 托尔斯泰参观了各地的监狱 上法庭旁厅审判 与囚犯 律师 法官 淤利等各种人物接触 他还深入农村调研农民生活 查阅大量档案资料 托尔斯泰原本想给故事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进展并不顺利 在创作的前六年的时间里 托尔斯泰三亿起稿 对作品并不满意 觉得写不下去了 他得调整创作思路 重新安排人物的结局 直到创作的第九年 托尔斯泰确定 书中的女主角不能接受男主角的求婚 因为不圆满才是生活的真实 才更动人 明确了这一点 复活的创作才不如正轨 终于在一年之后顺利完稿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起走进复活的世界吧 首先 书名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次 马斯洛瓦乃至广大苦难人民的不幸的根源是什么 复活表达了列夫托尔斯泰怎样的价值理念 最后 从这部小说中 我们能获得什么人生启示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沙俄帝国 主人翁聂赫刘朵夫先生 是一个衣食无忧 富贵逼人的公爵少爷 他岁数不大 月末三十出头 却总给人一种精神萎靡的颓废感觉 这天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你和刘朵夫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来 睡眼惺忪的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白蓝地 抿了两口 然后就躺在沙发上出了神 他生来就不需要奋斗 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纵享乐 有时候他也觉得 这样的人生也挺无聊的 简直说得上是毫无巨位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应该过点正常的生活 你和刘朵夫自言自语道 对了 他现在还是一个单身汉 当然 这样的贵族 要钱有钱 要地位有地位 又怎么会缺少女人呢 事实上 女人是他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 昨天晚上 他还在和本地的一个贵族夫人 玛丽亚鬼混呢 虽然娇奢淫逸 生活迷乱 是他们贵族阶层的常态 但每次清醒之后 他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必须要改变这种生活 不然我可就废了 你和刘朵夫心念电转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要结束现在这种生活 那我应该得先结婚吧 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应该就不会这么堕落了 如果说要结婚 倒也不是没有对象 柯插金家也是有钱有势的 他们家的千金也是代子归中 有些人已经在撮合他们两个了 你和刘朵夫如果答应了这门亲事 那事情就水到渠成 但你和刘朵夫还是躊躇不绝 他又坐下了沙发 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原来柯插金小姐不是他理想的对象 他已经27岁了 这么大的年龄 之前一定处过男朋友了 这样的话 他就一定不会是纯洁之身了 虽然你和刘朵夫本人很放荡 还和有夫之妇有染 但他却希望自己的太太 是个纯洁的处女 在他看来 老婆和情人是不一样的 也许这个想法实在有点龌龊 对女性太不公平 接下来 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现在还没和玛丽亚分手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能一脚踏两船 必须等到玛丽亚和我断绝情人关系 我才有权利和柯插金小姐 结婚 你和刘朵夫再次躺在沙发上 任由思绪飘飞 事实上 你和刘朵夫现在和玛丽亚 私混得正开心 即使他不想再和玛丽亚搞地下情 玛丽亚还不肯答应呢 结婚的事情就这么过了 暂时不去多想了 另外还有件烦心事呢 是这样的 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 在校期间博览群书 尤其在社会学 哲学等学科上非常用功 他接受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 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等观念 并且把这个奉为归孽 认为这是人生的真理 但问题是 正是继承了父母的大量产业和大量土地 他才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奢靡生活 占有土地吧 就违背了自己的信念 放弃产业吧 那以后我怎么生活 这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了 况且我花钱大手大脚惯了 可过不了穷日子呀 观念和行动不能统一 尼赫刘朵夫就如同精神分裂一般 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尼赫刘朵夫虽然是公爵 社会地位很高 但这个身份只是一种荣誉 并不是官职 不能带来收入 他七年前本来是有官职的 他当时是静卫军中尉 但那时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天才 便毅然辞去了职务 后来事实证明他在绘画上一无所成 幸好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土地 足以让他吃穿不愁 从那以后 尼赫刘朵夫也就自然而然地 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算了不想了 还是刚好手上的工作吧 自来想去毫无头绪 尼赫刘朵夫爬起来换了衣服 接下来他将要以陪审员的身份 去法院参加一单刑事案件的审判 准备妥当后便启程去了法院 可他没有想到 在法庭上他竟然遇到了十年前的情人 他感觉自己不是来陪审的 而是来受审的 法庭上十二名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 有退役军官 有五等文官 有二等商人 一和刘朵夫是其中身份最高贵的 他听到其他人在议论今天的案件 据说待会儿要审的案子 是一个妓女为了占有嫖客的钱财 把她给杀死了 看来瑟子头上还真有把刀啊 这种事并不少见 妓女也真是大胆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你和刘朵夫并没有很留心 他做陪审员 纯粹是为了履行公民的义务 他只希望审判能够早点结束 不要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 其他的何必多想 审判开始了 法官 检察官 庭长 法警 书记员 陪审员 义干人等各就各位 根据程序 法官宣读了种常的文件 接着 庭长又请司机带领陪审员宣示 总而言之 就是一切都按部就班 行礼如宜 其实 法官 庭长 这些人当中 真正熟悉案情的不多 大多数是临时抱佛脚 开庭了 才争分夺秒的浏览案卷 他们个个心不在焉 或为夫妻争吵而忧心 或惦记着情妇 都向草草走完程序 结束工作 而负责起诉的副检察官 正在抓紧时间翻阅案卷 为了升官 他会全力以赴地争取 每一个案件的胜诉 至于各种的是非屈指 他可不想管那么多 犯罪嫌疑人被带上审判席了 那是一个漂亮女人 大概二十六七岁 挺着高高的胸脯 眼神却很迷离 无精打采的样子 在此之前 他因为涉嫌谋财害命 被关在监狱里 等候审判六个月了 看得出来 他对司法公正 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你和刘朵夫看着他 只觉得似曾相识 但在哪里见过面呢 又一时想不起来 当法官问女人的名字时 女人推脱了一下 便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马斯洛瓦 你和刘朵夫心头一震 不可能 怎么会是她 眼前这个嫌疑犯 正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十年前 她还是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 当初她是多么美丽善良 和纯洁无瑕 你压根无法想象 她会做妓女 更无法想象 她会杀人 现在她怎么会沦落到 如此地步 其中是否有什么冤情 原本没什么耐心的 聂和刘朵夫 开始耐心听法官宣读 起诉书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在旅馆里猝死了 此因燕鸣 是中毒死亡 而死前的一天 男人和妓女 马斯洛瓦在一起 马斯洛瓦还给男人 喝了一杯 掺油粉末的白蓝地 男人死后 他的两千五百卢布不见了 因此 马斯洛瓦有重大嫌疑 法官念完了冗长的起诉书 大家都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好像已经水落石出了 只有聂和刘朵夫 吓得心惊肉跳 不敢轻易下判断 除了四十卢布 我应得的费用 我什么都没有拿 我是给死者的酒里下了药 但我以为那是安眠药 我给他吃 只是为了让他睡觉 我没有存心害他 马斯洛瓦在法庭上 为自己辩护 并详细说了事情始末 事实上 本案还有另外两个被告 他们都是旅馆的查房 马斯洛瓦为了早点摆脱 这位难伺候的客人 本想给他吃点安眠药 没想到旅馆的两个查房 给他的却是毒药 而男人死后 也是查房拿了他的钱 辩护期间 马斯洛瓦惊恐地 向四下里扫了一眼 有一刹那 他的目光停留在 尼赫刘朵夫身上 尼赫刘朵夫突然感觉 心惊肉跳 难道他认出我了吗 但很快 马斯洛瓦就转过脸去 他并没有认出 这位公爵少爷 尼赫刘朵夫感觉 自己不是来陪审 而是被押上法庭受审 此时此刻 他心灵深处 只觉得自己是个恶棍 无言正眼看人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 这还得从他和马斯洛瓦 十年前的那段《孽缘》说起 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他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说起来 马斯洛瓦的身世十分可怜 他的母亲是个女农奴 没有结过婚 却每年生一个孩子 农母母亲按照乡下的习俗 给孩子行洗礼后 就不再喂养了 因为会妨碍干活 因此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就这么连续死了五个孩子 马斯洛瓦是他的农母母亲的第六个孩子 如果不出意外 他也会跟他的哥哥姐姐们 面临同样的命运 但他比较幸运 他出生不久 碰巧妮和刘朵夫的一个姑妈 来农场视察工作 看到这个小婴儿躺在牲口棚里 顿时产生了爱怜之情 便提出要做马斯洛瓦的教母 给孩子行了洗礼 后来因为心疼自己的教女 就常常给做母亲的送来牛奶和钱财 就这样 马斯洛瓦活了下来 马斯洛瓦三岁那年 他的奴奴母亲病死了 卫生口的外婆艰难地抚养着外孙女 你和刘朵夫的两个姑妈都是单身 他们相依为命 没有儿女 便收养了这个孩子 这个黑眼睛女孩 长成一个异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两个姑妈常常逗她举乐 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姑妈当中 妹妹索菲亚温柔善良 很疼爱马斯洛瓦 常常为她打扮 教她念书 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养女 而姐姐玛丽亚心肠较硬 只想让她成为家里的一个干活的好手 因此对她管束严厉 就这样 马斯洛瓦在这个家中的身份 就成了半养女半婢女 等到马斯洛瓦十四岁 她早已长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美少女 也正是这一年 家里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 那就是英俊潇洒的公爵少爷 聂河刘朵夫 那时候 聂河刘朵夫正在读大学三年级 来姑妈家过暑假 他对马斯洛瓦一见倾心 产生了纯洁的爱慕之情 不过 那时候的聂河刘朵夫 是个单纯善良的男孩 追求学问 热爱思考 有着节制和真洁的美德 即使是在西西当中 不小心碰了一下马斯洛瓦的手 他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更别说是爱和亲吻了 马斯洛瓦自然也喜欢这个纯洁的公爵少爷 只不过出于少女的矜持和克制 他自然没有将感情表露出来 如果那时候 尼赫刘朵夫就追求马斯洛瓦 也许两人就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暑假之后 他就离开了姑妈家 直到三年后 尼赫刘朵夫在从军之前 特意绕道去姑妈家探望马斯洛瓦 这时候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处心积虑地要在远征之前 一亲方泽 我们这些军人 上战场出生入死 今天不知明天是 一定要及时行乐 那个少女还在吧 三年前没有办的事 今天就把她办了吧 尼赫刘朵夫在去往姑妈家的路上 信马游江 想着即将就要得手了 不由得倍感兴奋 为什么尼赫刘朵夫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这也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有一定的关系 三年前 他喜欢思索上帝 真理 财富 贫穷等问题 当他和别人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他很天真 但如果他看爱情小说 看轻松喜剧 甚至讲黄色笑话 大家就称赞他 他节衣缩食 别人认为他不正常 他穷奢极欲 大家就说他风雅脱俗 他想在婚前保持楚男之身 甚至连亲人都觉得他有病 当他从同事手里抢了一个法国女人 他母亲反而觉得他成了男子汉 社会风气好像鼓励他们堕落纵欲 却不鼓励他们做正人君子 你和刘朵夫宽慰自己 这也不算什么道德有问题吧 我们军人很多都是这样玩的 我所知道的那些贵族也专门诱奸小姑娘 对 没问题的 给了钱就好 来到了姑妈家 寒暄过后 你和刘朵夫就问及马斯洛瓦 当再次见到马斯洛瓦时 你和刘朵夫不由得心惊摇荡 因为马斯洛瓦更有女人味了 他瞅准时机 趁没有人的时候 潜入房间去侵犯马斯洛瓦 使不得公爵少爷 面对侵犯 马斯洛瓦拼死反抗 他可不是那些放荡的女人 毕竟他也在贵族家中受过了教育 不能让这个家丢脸 只是他一个弱女子 又如何抵挡得了一个强壮的年轻男人 况且你和刘朵夫还说着动人的情话 我爱你很久了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打仗了 我再也无法克制我对你的爱情 马斯洛瓦本来就对他有好感 最终还是顺从了聂和刘朵夫 这些钱你拿着用吧 聂和刘朵夫穿好衣服 硬塞给马斯洛瓦一百卢布 马斯洛瓦一下子懵了 他想 难道在你看来 我是妓女吗 他漠然不语 但聂和刘朵夫把钱塞进马斯洛瓦手里就告别了 也没给任何承诺 至那次告别 聂和刘朵夫再也没有见过马斯洛瓦 十年后的今日相逢 更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 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啊 聂和刘朵夫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 不仅是他右肩女人的那件事 而且他目前闲散放荡的整个生活 都是卑鄙下流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良心受到谴责的聂和刘朵夫 会不会和马斯洛瓦相认呢 对于自己当初犯下的罪孽 他有没有做出什么补救措施呢 对于自己浪荡的生活方式 他又有什么反思和改变呢 敬请期待复活下集 路上读书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刘宏玉 我们下本书再见 通过自己的堕落 来惩罚这个想要赎罪的 公爵少爷 在上一集中 我们的主人公公爵少爷 聂赫刘朵夫 在法庭上遇到了十年前 被他诱监后 沦落为妓女的情人 马斯洛瓦 没想到 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他竟然毁掉了 这个纯洁少女的一生 在陪审席上 良心的谴责 让他如坐针毡 面对被人冤枉的马斯洛瓦 他会不会伸出援手呢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复活 自从十年前分别以后 马斯洛瓦就怀孕了 五个月后 他的肚子大得很明显 尼赫刘朵夫的姑妈 知道他犯下淫乱之罪 便将他逐出了家门 后来 马斯洛瓦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被接生婆送到 育婴堂后就夭折了 尼赫刘朵夫给的一百卢布 很快就花光了 马斯洛瓦没有其他生计 走投无路之下 先是做了一个作家的情妇 和作家分手之后 又做了人尽可夫的妓女 直到如今 一个嫖客死了 他被怀疑是盗窃犯和凶手 法庭上 陪审团经过充分的讨论 主张马斯洛瓦是清白的 但因为陪审团技术上的疏漏 法官却作出判决 被告马斯洛瓦流放西伯利亚 服苦役十五年 马斯洛瓦当庭大呼冤枉 我没有罪 我没有杀人 这时 你和刘朵夫心里 有一种很卑鄙的念头闪过 在这之前 他预料马斯洛瓦会无罪开始 并将继续留在城底 他感到很尴尬 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个昔日情人才好 现在他去西伯利亚服苦役 就一刀斩断了他俩之间的任何牵连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还是得替马斯洛瓦出头 帮助他上诉 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减轻他的痛苦 而且要尽快 马上就着手去做 你和刘朵夫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 咨询了城中最厉害的律师 至于办这宗案子的酬劳和各项开支 无论多少 他自当全部一力承担 在良心的谴责下 你和刘朵夫想和马斯洛瓦相认 他来到阴暗潮湿的监狱 在众多衣衫褴褴的犯人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马斯洛瓦 你 你还记得我吗 面对这个看似高贵的不速之客 马斯洛瓦摇了摇头 我是你和刘朵夫啊 马斯洛瓦又把他仔细瞧了又瞧 终于认清了这副面孔 冷冷地说 你来干什么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我正在帮你上诉 另外 十年前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想向你求婚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以前你利用我来淫乐 现在又想利用我来获得救赎 凭什么 你和刘朵夫愣住了 他没想马斯洛瓦会这样拒绝他 这时马斯洛瓦又抛来一个魅眼 你有钱吗 你和刘朵夫考虑到马斯洛瓦在监狱里也需要用钱 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不少钞票 赞到马斯洛瓦手里 马斯洛瓦大方地收下了钱 暧昧地说 谢谢老板 马斯洛瓦并没有原谅 你和刘朵夫 他只是把眼前这个男人当作一个嫖客 马斯洛瓦内心深处 正想通过自己的堕落来惩罚这个想赎罪的公爵少爷 此后 你和刘朵夫多次到监狱看望马斯洛瓦 马斯洛瓦的育友都为他高兴 有这么个公爵少爷愿意娶他 他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马斯洛瓦要对公爵少爷这么不冷不热呢 自从在监狱里和马斯洛瓦见过面以后 你和刘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之前困扰他的婚姻问题 现在有了答案 他不会和柯插金小姐结婚了 也和贵妇人断绝了关系 接下来 你和刘朵夫积极为马斯洛瓦上诉 还动用人脉关系为马斯洛瓦改善处境 没过多久 马斯洛瓦被调到了监狱里的医院工作 比起在牢房里面待着要好得多 算了吧 过去的事情就由他过去了 他最近为了我和其他育友奔走 辛苦了 下次他来的时候 我得对他热情一些 马斯洛瓦渐渐地被你和刘朵夫感动了 但是在医院的工作并不长久 有一天一个医生看到马斯洛瓦身材好 容貌美又做过妓女便升起了轻薄之心 如果你还想留在医院里干活就从了我吧 说着医生把他强行抱了起来想要施暴 面对侦犯 马斯洛瓦誓死反抗 医生并没有得逞 但他却诬告马斯洛瓦 这个妓女迎荡成性 刚刚就是她来勾引我的 这个人尽可夫的妓女 荡妇真是死性不改 把她送回监狱吧 别让她在医院里待了 于是 马斯洛瓦又被送回了牢房 奔走一段时间之后 你和刘朵夫再次来到监狱看望马斯洛瓦 他听到了关于马斯洛瓦的传言 一开始十分难过 为什么他宁愿勾引别人也不接受我呢 但转眼一想 我爱他是我的事情 他怎么样我管不着 面对马斯洛瓦 也和刘朵夫温柔地问道 你还好吗 马斯洛瓦心想 我也不是他的谁 没必要和他解释那么多了 要误会就误会好了 他有更好的选择 他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我答应和他结婚 那将是连累了他 于是 马斯洛瓦表面上对聂和刘朵夫的付出无动于衷 只是冷冷地回答一句 很好 因为监狱去得多了 你和刘朵夫开始对马斯洛瓦的育油也变得熟悉 他接触到许许多多囚犯 他知道有不少囚犯是无辜的 比如有一些农民 只因牛跑到了贵族家的草地上吃草 就被关进了监狱 有些就是身份证没有戴在身上 也被关了起来 还有许多像马斯洛瓦这样的无辜者 因为司法机构的不公正而身陷牢狱 你和刘朵夫在奔走上诉的过程中 也多次跟御立 典狱长 法官 省长 将军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目睹了沙俄社会的种种丑恶 你和刘朵夫越来越觉得 统治基层认为神圣而重要的 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所有那些关于正义 善 法律 信仰 上帝等等的话 都是他们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的空话 在他们的淫威之下 正义人士的出路也许就是监狱了 这就是所谓的上流社会吗 我曾经跟他们一样的德行 原来我以前是这么令人讨厌的 我为自己以往的荒唐而忏悔 你和刘朵夫逐渐产生了与上流社会决裂的决心 他不但为马斯洛瓦奔走 也为马斯洛瓦的无辜育友奔走 他成为苦难人民的深冤者 多次奔走无效 你和刘朵夫的上诉被驳回 马斯洛瓦被流放 已成事实 一直困扰他的另一个问题也有了答案 你和刘朵夫决定抛弃家产 一路陪伴 你和刘朵夫尝试把名下的土地 以极低的价格出租或售卖给农民 好让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 不用再承担贵族的昂贵电租 这也是他一贯认同的理念 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 这一刻他觉得再也没有羁绊和纠结 即使前路是穷山恶水 我也不害怕 这又算得上什么 往后一生 有他就足够了 你和刘朵夫觉得 陪伴马斯洛瓦吃苦 就是最好的救赎 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享乐 而在于对别人有价值 马斯洛瓦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一天天寒地冻 北风如刀 狱警押解着几百号流放犯人赶路 犯人有男有女 有年轻的有老的 这一路上有好几百公里 年老体弱的犯人可要吃不消了 负责押解的狱警 也抱怨摊上了这么个苦差事 出发的时候 马斯洛瓦搀扶着年老的同伴 远远就看见了聂和刘朵夫的马车 他果然来了 你回去吧 不用跟过来了 不 就让我照顾你吧 马斯洛瓦拗不过聂和刘朵夫 只能由他去了 聂和刘朵夫一路上 为马斯洛瓦和他的育友 提供食物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 流放队伍里有一个政治犯 他的名字叫西蒙松 是一个为人正直 胸怀理想的革命者 西蒙松原本是一名军官的儿子 但他认为父亲所挣的钱 是不义之财 应该交还人民 他为此而跟家庭决裂 在他看来 恶势力的存在 是因为人民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他大胆地向学生和农民 宣传他的革命思想 为此他被捕了 在流放的路上 西蒙松认识了马斯洛瓦 他觉得马斯洛瓦美丽善良 而马斯洛瓦也觉得 他有勇敢正直的优秀品质 因为西蒙松常常帮助育友 成为了育友中的领袖人物 再加上两人处境相同 同病相怜 西蒙松便萌生了 要与马斯洛瓦结为革命夫妇的想法 但西蒙松觉得 必须征得你和刘朵夫的同意 自己才能去追求马斯洛瓦 这天西蒙松找到了你和刘朵夫 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公爵先生 我很喜欢马斯洛瓦小姐 我知道您对他有恩情 很关心 很照顾他 你们还没有在一起吧 那么 我可以追求他吗 你和刘朵夫心里面 自然是希望马斯洛瓦嫁给自己的 但他没有权利为马斯洛瓦做主 况且他也不知道 马斯洛瓦自己的想法 他只能说 这个事情 就让马斯洛瓦小姐本人做决定吧 如果他愿意 我就尊重他的想法 西蒙松得到了 聂和刘朵夫的答复 便大胆地向马斯洛瓦 发起了爱情的进攻 当你和刘朵夫再次和马斯洛瓦见面的时候 马斯洛瓦略显愁愁 但最后也鼓起勇气 跟他提起了此事 西蒙松希望和我在一起 您怎么看 你和刘朵夫从马斯洛瓦的反应当中推测 他有可能不爱我 也有可能是爱我 只是因为不想连累我 所以才和别人结婚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也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吧 但你和刘朵夫不能够确定 只能说 我爱你 我尊重你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表面风平浪静 但内心都是经历了反复挣扎和激烈斗争 而马斯洛瓦也在心里面思索 倘若真的嫁给聂和刘朵夫 这就会耽误他的人生 另一方面 他愿意娶我 也有希望赎罪的因素 但婚姻关系理应是双方平等 而不应该是谁因为欠了谁 才和他结婚 况且 他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补偿已经足够了 但如果嫁给西蒙松 双方彼此知道对方的过去 彼此因为爱慕对方而结合 这一段关系是平等的 可能会更好相处吧 最终 马斯洛瓦做了决定 我愿意嫁给西蒙松 你和刘朵夫听到这个答案 他感觉到一下子坠落了深渊 但没有关系了 那就尊重马斯洛瓦的选择吧 和马斯洛瓦的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一天夜里回到旅馆 你和刘朵夫并没有上床睡觉 而是在房间里来回夺步 在为马斯洛瓦上诉的这段日子里 他目睹了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 正泛滥成灾 此时此刻 他的头脑里又浮现了千百个人的影子 他们被冷酷的将军 检察官 点狱长 灌在病菌弥漫的恶浊空气里 受尽凌辱 这个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答案是什么 他来回走累了 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通宵阅读一个英国人送给他做纪念的福音书 就像海绵溪水一样拼命吸取里面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 当窗外渐渐天明 他终于明白 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享乐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 在于对别人有价值 他不再是那个顽固公子了 不再是那个放荡少爷了 他愿意尽自己努力去改良社会 他决定要找到自己的终身事业 做完一件 再做一件 我们能从书中获得什么 找到自己的终身事业 做完一件 再做一件 好了 复活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名叫复活呢 其实复活是指精神上的改国自新 故事里 大学时期的聂和刘朵夫思想纯洁 把爱情看得神圣而美好 但出到社会后 特别是当了军官 受到不正之风的玷污 变成放荡纵欲的浪子 当年的纯爱变成肉欲 爱慕的对象马斯洛瓦 也成为发泄欲望的猎物 好在他良心未泯 在重遇马斯洛瓦之后 他没有选择继续与世俗沉沦 而是从司空见惯的丑恶当中 醒悟过来 他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赎罪 为马斯洛瓦的不幸 做出补偿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开始精神层面的追求 也就是说 尼赫刘朵夫曾经堕落成 一具行尸走肉 但最终清醒过来 变回一个纯洁的人 他在精神上复活了 那么马斯洛瓦 乃至广大苦难人民的 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小说中 尼赫刘朵夫认为 自己诱监了马斯洛瓦 这是马斯洛瓦 堕落成妓女遭受不幸的开端 这一点 尼赫刘朵夫难辞其咎 当然 尼赫刘朵夫的右肩 也有适风日下的社会因素 因为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圈子都这样干 并且没有人认为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反而洁身自爱 才被视为不正常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 尼赫刘朵夫为赎罪而奔走 和贵族 官僚 玉利 农民 囚犯等各色人等打交道 他开始认识到 事实上 贵族的娇奢淫义 官僚的傲慢 蛮憨 法律沦为统治阶级 奴役人民的工具 正是让马斯洛瓦 乃至广大苦难人民 不幸的根源 复活表达了列夫托尔斯泰 怎样的价值理念呢 应该说 托尔斯泰和聂和刘朵夫 有着一样的心路历程 托尔斯泰也是出身贵族 但他看透了这个阶层的 穷奢极欲和荒淫无耻 他看透了沙俄制度的反动本质 为了清除一个 他们认为有罪的人 宁愿冤枉一千个无辜者 法律呢 在程序上看似公平 但本质上 还是为了沙俄制度服务 把不少无辜者判为有罪 此外 官僚刑事主义 欲利贪财受贿 教会虚假伪善 教派伶俐 莫衷一世 百姓平无利追之地 动辄身陷牢狱 整个社会都是官逼民反的气象 可以说 复活反映了晚年 托尔斯泰对沙俄制度的彻底否定 同上流社会的决裂 托尔斯泰也尝试为改良社会寻找出路 他在小说中安排 聂和刘朵夫把土地低价出租或出售给农民 提出了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主张 但这并未能解决问题 复活的开头和结尾 引用了圣经的许多章节 这也反映了托尔斯泰对改变沙俄制度感到深深的无力 只能在上帝的诫命中 洁身自爱 追求道德的完善 他认为 只要大家都真正回归到信仰 洁身行道 人类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和谐 最后 从这部小说中我们能获得什么人生启示呢 我觉得应该是认清生活的本质 发现自己生于世上的意义 苏格拉底说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其实 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 是为光鲜的皮囊 还是为从容的灵魂 在托尔斯泰看来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 而是一桩沉重的工作 当我们明白人生肩负使命 明白生活 希望我们正直善良 同情苦难 希望我们尽自己微薄之力 去让世界更美好 那就像你和刘朵夫那样吧 找到自己的终身事业 做完一件 再做一件 这样的人生 才是更有价值的 好了 复活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对这本书 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和感悟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刘宏玉 我们下期再会